依照這裡這個規模 這個可以放差不多500台 這個可以差不多放100台 這個也差不多放100台 然後這個是最新開的 阿拉丁是最新開的 阿拉丁 對 這個規模比較大 這個差不多也放300台 平均如果一台 一個月賺1萬塊就好 它一個月可以賺多少錢 加起來 它進口不要算 一台一個月就1萬 1萬塊 如果我們說最低 剛剛阿虹說 一百九斤到十斤 一個月就賺90到100萬 我說最低如果1萬塊的話 它就賺1000萬 如果10萬塊的話 它一個月就賺1億 這個就是他們獲利 剛剛阿虹講是10萬 對不對 對 看起來一台是在超商 就已經50萬 所以這個保守估計就1億 對 為什麼我說他敢 我敢說他這裡 一定做賭博性電玩 我有個朋友 他媽媽 因為台北被抓得很嚴 都沒有Pachinko 他很喜歡玩Pachinko 他就剛好到這一家Pachinko去玩 就這一家 一番Pachinko 對 就剛好 那麼剛好 他聽到我說一番 對 我就去那一家 我說你去玩以後好玩嗎 好玩啊 那後來呢 有沒有換錢 有啊 再來換 知不知道在外面啊 外面 對啊 外面哪裡 就到外面 就到他們 這個店裡面的外面去換 附近的外面去換 為什麼要在外面換 在裡面換太張揚了 所以這有一條龍 對一條龍的服務 都是這樣子 以前可能有 我辦過的案子 有人說在檳榔灘換真的嗎 我辦過的案子 有人是在另外一個地方 就他另外租一個房間 然後帶由 尿其他帶你過去 尿其他帶你過去 然後把你換錢 這樣子 另外一個房間 那當然 一開始的時候是檳榔灘 在檳榔灘直接換錢 那後來被抓了 一直被抓 然後後來就改變了形式 換到一種商店去 那叫做換錢 是 那今天 我看到那個盧秀燕市長 對 市長 特別回應了喔 他回應什麼 特別回應說 我們那個 土薄業者從 200多家 對 變成185家 是 盧市長 我跟你講 這裡面有個美角 你真的沒有講清楚 為什麼會減少 你知道嗎 你知道 一般賭博性電玩 為什麼會被抓 為什麼會被操 同業競爭 看誰的手腳比較大 看誰後面的勢力比較大 那麼多 那麼多 場 當然越少越好 對 所以就會有人去沖坑 沖別人的坑 讓別人經營不下去 然後自己就可以吸引 吸引這些客員 說實在是賭博的客員 很珍貴 是 讓他吸引過來 所以 我判過了 一家 都是被 對方 給沖坑 對方 找警察來 沖 沖掉 那當地敢對嚴家 他們的電玩沖坑嗎 所以才會減少 所以我說嘛 你看 還留下來了 還留下來就這麼多家 他們這電動的業者 每一年前就進化到什麼程度 你知道嗎 進化 就是所謂的股市的交叉出股 交叉出股 大家再不相同 有錢大家賺 進化到那裡 這咬咬咬咬咬咬咬 這一千千萬塊 但是 你像譬如說 大廳的 降大月 他不可能讓你炒 對 如果沒人家也一樣 他就擠得像 宇宙泰山在那裡 其他的那個店家 他有沒有去交叉出股 他開水 要去港入國傳統的也是有 他們的店家 譬如我這間 交叉出股 對 這個你把定期 這家裡是看不到的 不是像我們經濟部登記 你股份只有多少 那個是沒有私下交叉出股 所以平安有事在哪裡經營 在哪裡經營 他們是進化跟他這樣 是知道的 利益金分 這樣喔 所以 中央在現在也是都這樣 我們看一下 這個股份 所以我們看他的公司 其實我們把這放大一點 其實你注意看 為什麼同一間 這麼多間公司 在同個地址 我們在禮拜二就揭露這個事情嗎 那裡面這些公司再看一下 在進化看到 他的董監事 互相的交叉來做這個 這個說職務的一個變遷 可能他在這邊做董事 在同一度大佬 另外又是做監察人 而且裡面 我們當時點出來一件事情 就以你這個入者來說 你前任的監察人是做大太陽的這個 所謂的我們說的 電子遊樂場 結果你下面接一個也是 所以這些過程當中 讓人家覺得有幾個有趣的現象 我們這麼說 其實你大量的資金 是不是需要一些管道去出入 這是很重要 而一個開發公司 一個建設公司 他要去列地的時候 他需不需要大量的資金 那這個大量資金的時候 你要安排什麼人來監督 這個資金的往來 你一直雖然有這個 交叉持股的概念 可能就要監察人 為什麼同一棟樓這些公司 他們彼此互相交換 尤其是和米南 又是這個 昌和環保股份公司的 這個董事長 他其實也是前任的 願意營造有限公司的聯絡人 因為我們如果看 早一點的執照的時候 它上面寫的不是林靜芙 其實是和米南 那和米南同時又是這個 這個電動玩具裡面的負責人 但是我特別關心的是哪家 兩家公司 一個就是在去年消失的喬洪國際 喬洪國際 嚴寬人投資兩千五百萬 漢富人投資這個五百萬 但我們赫然發現到 這個被解散的公司 裡面就有一個劉嘉欣 劉嘉欣是阿拉丁電子遊戲的負責人 所以那阿拉丁又是陸領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的這個監察人 好 但是這個就有趣了 然後你這五家都是登記在那個 那所以我的問題 到底是嚴寬很比較大 還是五家公司比較大 我想要心裡明白 那我這邊先插一個話 因為剛才在講那個所謂的 就是玩那個賭博心的小電玩 其實說真的我們小時候 大概都玩過了 那我當然有 我要說的是那種玩的過程 讓大家體會一下 因為你認為說那是合法的 我不太認為 你不認為是合法 那節目你可不可以交代一下 那張圖有一個很關鍵 一樓登記了有幾家公司 二樓登記有幾家公司 一樓是陸澤國際嘛 現在還存在嘛 超越環保也存在 另外就是院裡營造 陸領科技已經關掉了 喬紅國際在二樓已經關掉了 好 那我乾脆把 那個住址叫做什麼 都是在同樣的地址 台中市沙路區成功東街93號 那我們在禮拜二的時候查這個地址 發生這麼多公司 其實我這麼說 我把整個故事講完的話 我當時在這個節目上 我其實是在查這個公司 陸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還記得我們律師在說的時候 他說有一些遊戲公司 就電動遊戲公司 他的後面老闆都叫什麼科技 什麼科技 所以當我聽完律師這麼講的時候 我突然覺得 為什麼有一個陸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而且他的老闆就是他太太 陳麗玲 陳麗玲跟科技股份有公司 有關係嗎 那那年禮拜二 為什麼沒有提的原因 是因為他項目是跟不動產有關 所以我就沒有特別談了 但是當現在最新的消息裡面顯示 事實上他的監察人叫劉嘉欣 而劉嘉欣又是電玩的老闆的時候 這故事恐怕就不單純了 店員答案